簽名劃壓 西印度洋島國塞希爾共和國 要用做環保來償還國債 這個史無前例的債務互換交易 由美國自然保育協會提供約2000萬美元 成立信託資助計畫協助塞希爾政府 其中1520萬由協會支出 500萬是慈善捐款 其中一部分來自好萊塢 物影新里奧納多迪卡皮歐個人基金會 條件之一是塞希爾要在2021年之前 劃出約三成的國有海域 成立海洋保護區 當地政府也在今年2月正式立法 要在阿爾達布拉環礁及馬埃島 設立兩座面積加起來 超過21萬平方公里的保護區 馬埃島周邊的保護區 將禁止人工急遺棄過度捕撈 目標在2020年 讓海域保護範圍從10% 擴張到30% 塞希爾位在非洲大陸東南方 全國有超過100個島嶼 國土面積不到500平方公里 約台灣1%大 而且幾乎都是海洋 陸地只佔1% 人口不到10萬 有印度洋的伊甸園之稱 塞希爾擁有豐富海洋生態資源 經濟來源主要靠觀光 漁業 但是國債在2000年達到10億美元 現在只償還了一半 儘管人民了解保育海洋的重要性 一旦保護區限制海洋活動後 民眾擔心生計受衝擊 塞希爾政府表示 已經和世界銀行談妥 協助國內發展永續性漁業 大愛新聞陳曉玲編譯 塞希爾